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穷定 大家好 欢迎来到穷定 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今天我们来说一部奇幻冒险电影叫梦幻岛 当即一个半小时 依旧是上下节 今天我们来先说上节 影片开始在个异界 一个精灵无暗的人看到山顶上 有个头戴帽子 高举发光球的人 最严重的是天上有两团巨大的火焰向他袭来 当两方碰撞 画面就是一转 1726年 此时在西班牙大陆美洲 海盗正在抢夺一个水晶球 女船长得到这个水晶球后 却看到里面出现鬼的画面 害怕的他对着水晶球就是一枪 没想到整艘海盗船都消失不见 只留下那颗水晶球 1906年在伦敦 一伙年轻的小偷正在盗窃东西 他们有团伙 还有男主皮特用音乐做信号 虽然有时候任务不顺利 但大家配合之下总能化险为夷 他们都在为吉米做事 虽然做的够但确实让人有点不齿 皮特一直幻想着能够成为吉米的副手 所以非常的卖力 某次吉米原本想要他们去哈伯特的古董店去盗取某件东西 只不过这次的风险有点大 虽吉米准备自己前去 但皮特为了能够得到吉米的认同 竟然说服了剩下的同伴 准备在吉米执行任务的那天一同前去 几个人相互配合用老鼠引用那个看守的人 并答应了他进入到古董店内 更是在这里遇到了吉米 虽然他对孩子们的行动表示不满 但至少结果是他想要的 更是在一个被锁的房间内找到了一个箱子 皮特出去找一个东西准备撬开他 没想到吉米已经成功打开 更是拿出了那颗闪闪发光的水晶球 水晶球摔了下去 产生了剧烈的光亮 随后屋子有一大半都消失了 吉米和小伙伴们更是消失不见 惊慌失措的皮特只能带着水晶球回到家里 还没有研究清楚这个水晶球是什么 就有一个陌生人来找吉米 为了弄清楚这个人是谁 皮特偷偷的跟了上去 不过还是被这边的人发现了 更是见到了一名奇怪的老人 对方询问吉米在哪里 皮特只能说他消失了 也从老人口中 皮特才知道那个水晶球叫魔法球 至于吉米他们都到了一届 跟那个水晶球是有关系的 也可以理解成这个水晶球就是路口 眼看着不对劲 皮特跑回了家 更是用手上的短剑敲打水晶球 就这样他也进入到一届 至于水晶球最后到了那名神秘老人的手上 当皮特醒来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届 这里的景象和自己生活的地方完全不一样 非常的陌生 更是在爬山树 确认方位的时候看到了可怕的生物 便衣的鳄鱼腿怎么那么多呢 这要是被咬到可不得了 确认方位后 皮特往吉米所在的方向赶去 只是没想到他们几个人点火 却引来了其他人 就是那群海盗 所以吉米和孩子们全部被抓了 当皮特赶到这里的时候 一个人也没有 更是看到了那艘海盗船 以及被抓走的吉米和小伙伴们 现在该怎么办呢 还好在这里他遇到了躲起来的狐狸 这个仅剩下的一个小伙伴 不然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两个人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类似精灵一样的生物给追击 他们只能赶紧跑 最后来到了印第安人的领土 他们驱赶走了那些森林 至于此时的吉米 已经被抓到了海盗船上 女船长询问 你们来自哪一年 吉米表示1906年 这里的一名海盗表示 这样说的话 我已经163岁了 确实在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有一种神奇的能力 那就是不老 你几岁进入到这里 就会一直都是几岁的模样 原本吉米他们必熟一 但吉米用自己的武力 以及能力折服了他们 女船长最终接纳了吉米 希望从他这里知道 这两百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在吉米眼前 女船长展示了 当时抓捕了一个印第安人 得到的矿物水 这种神奇的药水 喷到任何东西 都可以让他漂浮起来 唯一不好的就是不够稳定 这种物质也无有树精才能产生 但想要得到 必须经过印第安部落 不然的话 他们根本无法接近树精 他希望吉米和自己 一起同志这个梦幻岛 面对如此大的诱惑 吉米似乎有点动心了 至于皮特和狐狸 被印第安人邀请来到了这里 他们用便衣鳄鱼的肉 招待他们 更是介绍了他们的酋长 以及酋长的女儿 安亚克兰 至于他是不是女主 我就不清楚 他的年龄已经有100岁了 看来在这个世界 回的好处就是不会老 但皮特还是一心 想要接近海盗船 救回吉米和小伙伴们 印第安人不帮他们 那么他们只能偷偷的躲在船里面 因为皮特发现 每一段时间 这些印第安人 都会从山脉中间离开 显然这里有一个秘密通道 结果和皮特猜想的却是一样 最后两个人成功的盗取了一艘床 来到了海盗船者 更是爬上去找到了记得小伙伴 皮特让其他的孩子们 先到那艘小船上 他去找吉米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吉米竟然和女船长狼狈为奸 甚至有点不愿离开 面对吉米的劝说 皮特放下了枪 看着皮特被抓起来 吉米似乎有点不冷了 希望他其他的孩子在哪里 但你说皮特会说吗 最后他跳下了船 最可怜的估计就是狐狸了 和皮特一起上船 却在准备跳下船的时候 被女船长的那个手下给刺死了 回到印第安人的部落 虽然酋长对皮特盗取船者的行为 感到愤怒 但考虑到他失去的朋友 虽并没有过多的责备 皮特自己也很自责 他现在只想早点离开这个世界 也在和那名印第安大叔接触中 皮特发现墙壁上有一幅画 他梦中梦到过 甚至连酋长的女儿也是 不得查清楚这个地方在哪里 他准备和酋长的女儿一起去寻找 这次皮特不想带着小伙伴了 他怕再次连累他们 就这样他和酋长的女儿踏上了情城 只是两人都没有发现 他们的行动被海盗一伙人给盯上了 并悄悄地跟了上来 皮特他们也在这里休整一晚上 他还见到了漂亮的树镜 也许是因为他的指引 让皮特他们找到梦中那座山的位置 不过一转身 背后的情景吓到了两人 他们发现一堵至少高达1600米的树墙 或许一切的秘密都在这里面吧 两个人爬了上去 看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市 至于里面是否有人生活着 他们也不知道 也在这个城市内 见到了当初外界遇到的那名老人 原来他是这里的主人 或者说这里的城市都是他建立的 他准备建立好这座城市后 将外面的精英带到这个世界 而且他已经400多岁了 在老人的介绍中 皮特才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特殊 原来他是位于宇宙的最边缘 同时也是最中心 所以在这里时间是禁止的 这也是为什么来到这里的人都不会变老 至于水晶球 老人这里还有一颗 因为不可能只能进来不能出去 更是知道了最初那个树精是为了救他 才冲向他的 但在老人要送皮特出去时 他却说我要带着我的伙伴们一起回去 就在此时 海盗一伙人居然也来了 老人用特殊的仪器放大声音恐吓他们 准备让他们离开 可惜并没有成功 也在逃亡中 老人被打死 皮特被撞 更是从吉米这里知道 自己不是孤儿 原来他的妈妈是吉米喜欢的人 他答应了皮特的妈妈照顾他 可惜并没有真的做到 这些被他失望的孩子 只是为他打工赚钱而已 电影的最后 皮特被刀刺中摔了下去 酋长的女儿也被抓了 这座城市也被大火所吞噬 追皮特到底如何了 海盗们抓走酋长的女儿又想做什么 下集我们会揭开 好了 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